跟踪结束 成功工作 对 刚刚看到了一下 这个时候应该要切成三个 还是有个刚刚高度地 在1.2米 距离地面1.2米的时候 然后反推 各好注意 我是北京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 落点京都 东京 腰洞洞度 洞三分 两两秒 东京 腰洞洞度 洞三分 两两秒 落点尾度 北纬 四腰度 三九分 14秒 北纬 四腰度 三九分 14秒 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雄鹰 目前看防卫舱的 姿态应该是 我看不太清楚 这是航天员应该已经进行的手上切伞 对是要切伞 02航天员应该是刘洋 切伞的时机是怎么把握 切伞呢 比如说我们像正常的返回到我们的组织桌子塔 它落地之后应该就要马上把这个出伞切掉 因为阻伞太大了 它就风一吹的话 东风 容易把我们的舱体姿态会有一个带线 后续 严重的话可能会把舱体一块带跑 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航天员判断自己着陆之后 会立马发送这个切伞伞的证 也就是说航天员始终要保持非常冷静的状态 对 航天着陆之下 他自己应该能感受到着陆的冲击 判断自己已经着陆了 由于明白 基本上是会第一时刻切伞 对 这样